凤凰网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接线员小吴 加入IDOL电话局 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今天上春晚感觉如何 给自己打分的话 你觉得能打几分 及格吧 感觉的话非常紧张 非常开心 紧张的话会有什么反应 紧张的反应 心脏扑通扑通跳 在后台上台之前 会做一些比如说深呼吸 或者是哪种解压的方式吗 就镇定自己吧 那对于这个 今年的一个春晚的节目 其实跟秦兰姐合作 但其实在十年前 跟她就有过合作 因为是母子 对不对 然后今年再次 十年之后再次合作 你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受 感受就是时间过得真快 对因为十年感觉 一下子又过去了 然后我也成年了 但兰姐感觉没怎么变 还是很年轻很漂亮 他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 说十年前还是 他抱着你 你坐在他大腿上 然后今年再合作 就是也已经成年了 然后跟他在台下互动 聊天的时候 有没有去聊一些之前的一些 会聊会聊 对嘛 就是感觉就是十年前的回忆 就非常珍贵吧 对 因为兰姐那个时候就很照顾我 那今年是这个上大学 然后很多人说你是这个北京食堂的代言人 有没有想说下一年大二的时候再代言一个其他的部门 其实我怎么能算是代言人呢 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你知道 就是一个普通的大义学生 就是不要老说我是什么那些 对 我心很累的 压力有点大 对对对 因为就现在进食堂那些食堂阿姨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友善了 是真的 对对对 那对于自己的2018年 你有对 2018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作品跟大家见面 然后对于2018年自己的表现的话 你觉得你最满意的是哪部分 其实怎么说呢 满意有满意的也有不满意的吧 对 然后希望19年能更加的好吧 19年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 没有 就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吧 其实因为演艺事业的不像 不像其他其他行业有什么标准的 什么KPI啊什么 我们就其实就是演好戏做好人吧 对对对 如果用一种味道来形容过年 是什么味道 辣 为什么 因为辣 老家过年有什么特别的美食可以推荐 辣肠 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年夜饭的菜肴是什么 辣肠 今年又回家过年的打算吗 会给家里人准备什么礼物 辣肠 以猪字开头来给我们的网友拜个年 辣肠 不行了吗 不行 你必须猪字开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年年都有腊肠吃 耶 小吴 玩出新年味的一个春节的特别的环节 然后需要快问快答 请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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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